中央电视台 更好的介绍比赛呢 今天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 拼语中心乒乓球部的郭仲熙指导 欢迎您郭指导 现在比赛呢已经开始了 第一场比赛呢是由上次循环赛 获得第一名的马林 迎战获得第16名的詹健 其实呢在上次循环赛 获得第16名的是张超 不过张超呢由于奸商 今天呢是由詹健来替补进行这场比赛 现在在场上的两名选手 是我们国家冰方球队里边 这个一线队员的选手 他们的水平都很高 虽然是我们面对现场上的两位队员 一个马林一个詹健 他们虽然是一个有成绩的 国际上有成绩的 像马林在亚电 而且会有冠军 但是詹健的话呢 也是有我们的全国国内的比赛 还有些国际国际大赛中也许都会成立的队员 他们的比赛可能是很精彩的 因为是选拔赛 所以他们在这个竞争这种机制下 尤其是在四十届 水平赛 面临之际 这样进行选拔 因为他们来说的话 每人都会发挥住自己的应用水平 和自己的精神面貌 现在场上比分是五比一 马林领先 上一次队内的选拔赛呢 我记得是在春节之前进行的 当时呢 马林是打了第一 侯英超呢 是出乎大家的意料 打了第二 成绩非常好 侯英超当时一位销球选手 也是手球选手 我们讲的话 一个攻球一个手球 他是手球 但是他也是作为我们的国家 销球和手球这个技术 类型打法上 水平比较高的 一比七 瞻剑第一局 现在落后了六分 可能很多朋友们 对于马林啊 都特别的熟悉 但是对于瞻剑呢 对于这位小将还不太了解 我们也请郭指导 给大家介绍一下 瞻剑的情况 瞻剑呢 曾经在世界青年运动会 首届世界青年运动会 在莫斯科举行的 他获得个男子A组的冠军 团体赛也获得冠军 从98年吧 98年以后的话 他调入国家队 进入一线 在全国比赛中间的话 他有比较好的成绩 他是代表湖北队 取得过 他们取得过 湖北取过的双打冠军 是双打 全国冠军 对那比赛中间 这个干净的技术类型打法 看他是正手是反交 右手握拍吧 正手反交 反手是正交 这种类型打法比较少 对 然后这种类型打法的话 对他的拍子的性能上就不一样 阐数球的速度和旋转都不一样 正手就比较旋转 他是反交 反手是正交 那么就是速度 速度和力量 快 所以看三件打球 他的速度比较快 对 一般都打球的上升点 抢时间抢快 抢节奏 马铃毕竟是神经百炼 还是直播球板的弧圈架快 工的这种打法 他反手也会有反手的反变拉的技术 而且马铃技术比较全面 对于这种打法的话 直板快工弧圈打法里面 马铃是我们一个代表 除了一个他还有一个他们下面还可以看到的王浩 对王浩 不过王浩呢反手没有推挡这个技术 但是只是反手的反拉技术 就是直板的反手 是 王浩呢在上次的循环赛当中是打了第三 马龙第四 王立琴第五 好帅是打了第六 这次参加这个第二次大循环的人员呢 一共有十六名 那么获得这次比赛 跟上次成绩相加是前两名的运动员呢 将直接成为48届比赛团体赛的人员 是48届的团体赛成员 对是48届团体赛的成员 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 现场直播中国乒乓球队的 队内的比赛 我们的比赛呢将从6号到9号 一直为大家转播 我们也对刘国梁刘指导进行了采访 他说呀 这次之所以邀请中央台呢 直播这次的队内选拔赛 主要是为了锻炼球员的抗压能力 和临场的应变能力 那么这样呢 竞争的激烈程度和残酷程度非常的高 非常接近士兵赛上的这个氛围 我们看到孔力辉呢 在跟詹剑做指导 孔力辉现在是队员兼教练啊 对 他有很多实践的实战的经验 对 现在主持教练工作的话 他也是将来也是会很好的教练 为了确定48届世兵赛男子团体的名单呢 中国乒乓球队呢 是准备进行两次大循环 第一次大循环呢 已经结束了 是采用的六分制 排名前16名的运动员分别是 马林 侯英超 王浩 马龙 王立琴 郝帅 周斌 陈启 王建军 雷振华 邱一可 徐辉 善明杰 李智 李平 排在第16位的是张超 不过现在参赛的是 张健 由于张超呢 有奸商 所以由 张健来替补参赛 那么这两次 对内大循环 成绩排在前两位的运动员呢 将直接成为48届世兵赛男子团体的参赛成员 第三个名额是这样产生的 将会从这两次循环赛当中啊 第三到第八名 这六名运动员 另外加上教练员 选定的两名成绩非常好的 各方面都很突出的运动员呢 八名运动员再一次进行一个大循环 排名第一的成为第三个进入布莱梅世兵赛的人员 那么剩下这两名呢 就要根据平时他们的综合的情况 好 我们接着来看比赛 现在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2比2 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外边下起了雪啊 外边大概有零下六七度 不过乒乓球馆真是热气腾腾热火朝天 还有其他场次的比赛在其他球台上 对 所以这比赛还是比较激烈的 是 场面比较紧张的 因为他们都在知道这个目标 自己的目标 非常清楚 所以打起比赛来 看来他们的精神面貌是非常好 拼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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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反映出来 从技术角度上看 他们在队内相互训练和比赛过程里 都知道对方双方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但是都避免让对方能控制到自己 所以在比赛中间里面 我们看到可能在开始过程里面 这个来回不是很多 因为他们是从发球到接发球 到这个攻防转换过程里面看的话 前三板球里面处理都是比较凶的 现在 马林是25岁 瞻见呢 瞻见23岁 22岁 22岁 4岁 那平常他们俩在队内打比赛碰见的多不多 因为对那比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